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击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刚改句,虽然很多人都有一点不屑一顾,但不得不说,这种形式的剧目在如今是非常受欢迎的。 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郑魂和陈情令,尤其是去年的陈情令,更是火爆了一众演员。 肖战这种十八线的小明星也一跃成为了顶流明星,但即便如此,这种类型的剧还是一些人心中的逆临。 热血同行这部剧严格来说其实就是单改剧。 热血同行是改编自寒露的艳势翻漫画,因为剧中的两大偶像明星黄子涛和易阳千玺的加持, 这部剧一时之间成为了粉丝剧,大家对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期待,而热血同行也是经历过改名、改当的历程, 好不容易能够上映了,却赶上了一个并不好的热潮。 在热血同行之前,古装剧和现代伦理剧成为了热潮,可悲的是热血同行讲述的,却正好是清末明初的时间段。 当然这部剧也并不是没有热度,除了讽刺以外,易阳千玺的电影《少年的你》也有一定的原因。 人们在看过了偶像明星的演技并对此大开眼界之后,对他的新剧关注度自然不少。 只可气热血同行一开始的节奏却是劝退了不少人,因为是清末明初,里面的服装造型看了真是有点雷人。 还有就是剧中的主要地点神机营,虽然富丽堂皇的很好看,但就是因为太阳炎让人觉得不真实。 还有就是太后和皇上,这两个一开始的关键人物,却一直没有露面,以及剧中的关键组织艳势番, 更是没有一点震慑感。 因此看完前半部分之后,觉得纸布剧改名字也是改得很好。 毕竟如果叫艳势番的话,那可真是太跑题了。 因为即使是重组之后的艳势番也并没有见做过什么事,反而是崇利明自己单打独斗。 显然导演并没有想要着重突出艳势番,因此所有的重头戏都到了最后。 改革是清末民初一个最大的特点。 许多革命家、大文豪在这个时期出现的非常多,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文化才真的是百家争鸣。 而为什么说这部剧是被低估的呢? 主要原因是剧名热血同行。 黄子涛饰演的崇利明看似是从国外流洋回来的, 但其实思想在一开始却非常的守旧, 也或许是因为出自皇族的原因, 即使是感觉到清朝已经腐朽落败, 但依然拼尽全力去维护。 易阳千玺饰演的阿易虽然也是出身贵族, 但是却从小在土匪窝里长大, 一开始的他一心只想着为族人报仇, 大球得报之后离开了艳势番, 遇到了共党周觉, 这个看似只想着报仇的小吃货也在一步一步的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。 其实电视剧最难拍的正是清末民初的剧, 拍得老套了就丢失了大部分年轻观众, 拍得肤浅了电视剧的质感就差了, 而热血同行则是从两个少年的改变来塑造当时候的诗局。 对于少年来说, 即使他们的目的不同, 但是血液了的那股热血却会让他们最终多同行, 家国有时候是会有矛盾, 但是却绝不允许别人来侵犯。 最后说一句, 黄子涛和易阳千玺的演技还是不错的, 至少不会让人太跳戏, 而且演艺圈也确实是需要新鲜的血液, 只要不是太赖眼睛, 那么偶像演员的春天或许是真的要来了。 谢谢您的观赏, 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 请您订阅吧。 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 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, 一定要记住, 订阅琪琪呀。